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次跟朋友去瘦瓦練球 一年來都是做這些基本功 基本上每次練球都會練這些 當然這類球感的訓練每天抽半小時練就更好 日子有功之下,我相信大家的球感也會有進步 我希望我自己會這樣 今次花了多時間和研究片中的這個動作 是一個急停的動作 最近在Fanny經常都會用 對我自己來說,這個動作去銜接下一步的動作是比較流暢的 因為可能我自己比較多用Solder Drop的方式去壓對手的重心 所以當我急停之後再拚多一下Solder Drop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 雖然我自己都未算做得很熟 不過我都算是分享一下給我朋友聽 大家繼續交流一下 那你們有用什麼急停的動作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我有練習一下 好,那練完剛剛過之後呢 那就去到下一個JU了 那我這位朋友其實都打開中堅 所以這次就練一下面對迫場的時候的感覺 那當然可能全走的球 永遠都是第一個選擇 始終中堅就是last man 但是人就只有兩個 所以訓練主要是讓他習慣一下有人衝過來的時候 可以怎樣避開別人的腳 那就可以看一看對手來的方向 做回相對的動作去避開 讓自己有一個空間去傳走 那有時候在七人牆的比賽 如果你在中堅可以有信心避開一次對手的迫場的話 那對手就未必這樣再拍完 那變相往後的比賽的時間 都相對又會多些時間去想怎樣做 那看回這個訓練 其實就不如我真的去搶他球 反而是我選其中一邊去閘的時候 他都可以有反應地撥去另一邊 那他開始熟閘了之後 就試試一下像真一點點 當然是點到即止 最重要是不要受傷 作為防守方的話 可以在每一下做完之後 都給對方一些反應 可以說一下 可能剛才的假腳有沒有觸到之類 那繼續提點對方 才有效果 讓對方知道有什麼要改善 那最後我們也會做一些全球的訓練 還有一部份的球感訓練 那麼有效果 这段影片就到这里差不多了 如果你喜欢我做的内容 就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段影片再见